500万到底能够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台北的房价高 大家都知道 现在也变成这一次蓝绿 五都选战的攻防焦点了 内政部打算要推出社区住宅 不过有网友呢 就在部落格上开始搜集了 在全世界各地 如果拿出500万 到底能够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结果发现到 在印尼可以买到花园洋房 俄罗斯可以买到私人别墅 但是回到台北市 500万的台币 不要说买豪宅了 只能买到豪宅 因为只有五到十平的小套房 这两年台湾房价好高 买房子真难 如果给你一笔500万台币 你觉得你可以买到什么样的房子 打开网路不少网友感叹台湾高房价 有人苦所发想500万台币 可以在阿根廷买到一间电梯滑下 来到俄罗斯花台币480万 可以买到一间装行的像豪宅一样的房子 如果到南非一样是台币480万 可以买到有五个卧室的花园洋房 如果到澳洲郊区 只要花450万 就可以买到超大平房 还有27英亩的农场 来到印度尼西亚 不到台币330万 就可以当有游泳池的私人别墅主人 尽管这些地方并非当地市区 可是绕地球一圈回到台湾 500万台币 只能买比厕所大一点的小套房 是真的吗 这间套房全装10.82瓶 总价大约500万 来到这间小套房在内湖郊区 五年屋龄全装10瓶 以500万来算一瓶将近50万 不过实际上扣掉公社花500万买屋 只剩下7瓶空间 500万的话在市中心比较困难 如果说以大安区为例 10瓶的房子 总价那边大概要800万左右 非常的困难 不夸张500万台币 别想在台北市火红的12行政区买屋 只剩下内湖闻山南港郊区 勉强买10瓶以下套房 走出台北市同样花500万 海中市高雄市可以买到30瓶中古屋 东部地区可以买到40瓶中古屋 尽管政府未来协助北市无可刮牛 推出只租不卖的社区住宅 丝毫压不住高涨的北市房价 中天新闻朱见闻人一方 台北报导